第476集 神奇的涅槃 楚洋一言不发 看着那青色光圈 光圈颤抖越来越剧烈 终于轰了一下 无声爆发 一股突破的气息 从光圈之中清晰的传出来 聊不通 突破 王座三品 青色光圈颤抖之后 又立刻回到原位 继续保持着一片阴韵 聊不通闭的眼睛 站在青色光圈之中 现在 若是有人能够看到他的样子 定然会大吃一惊 不忍目睹 他浑身都在颤抖 都在静卵 每一条经脉 似乎都在打碎了重组 每根经脉 都在扭曲着 鼓出来 他脸上的肌肉 已经渗出了丝丝鲜血 但是他却咬着牙 一言不发 这不仅仅是提升实力 还是在考验人的意志力 这种提升 固然痛苦 痛苦到极点 但正因为经过了这样的痛苦 以后才是一片坦途 灵气不停歇的注入 很快又到了第二次突破的时候 但天空中聚集过来的灵气 还是有增无减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 青色的灵气光圈 再一次颤抖 阴云 而光圈中的苗不通 又一次遭受了一次粉身碎骨的酷刑 但这个倔强的少年 却还是紧紧的咬着牙 不发出一点声音 他知道 只要自己呻吟一声 外面的大哥和师父就会担忧 自己不能发出声音 没有声音 他们就会知道自己还能坚持 一个时辰 提升了良品 神偷鬼道二人对望一眼 苗不通 现在已经比他们两个 当初提升的要多上一倍了 但苗不通还是没出来 没动静 难道他还能坚持吗 一个半时辰 天空中的灵气还是有层无减 远方还有无尽的灵气 在迅速的赶过来 聚拢 接近两个时辰的时候 终于 那青色的灵气光圈 又一次开始颤抖 阴云 扩散 又一次 又一次突破 三个时辰过去了 神偷鬼道两人已经浑身颤抖 满脸去了 几乎连哭也哭不出来 不通 你怎么还不出来 两个黄座高手现在只是无尽的后悔 后悔啊 后悔亲手将自己的得意弟子送进了这个死亡地狱 三个时辰 应该是没希望了 楚阳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正要有所动作 剑灵猛然间制止了他 别动 别打叫他 嗯 楚阳一愣 别动 楚阳说了一句话就不再出声 眼神凝重 随后 缓缓说道 若我没猜错的话 这里 想必就是 想必就是什么 他却没说出来 只是疑疑惑惑的 可这个世上 怎么会留下这种东西呢 光圈中的描不通 已经浑身不成人情 这次随着突破的到来 那是巨大的压力 巨大的痛苦 似乎要将他全身崩碎 压成肉泥 挺拔而立的身躯 也慢慢地被压缩 狗篓 骨骼断裂的声音不断地传过来 蹊跷之中猛地喷出了鲜血 就在这时 天空中汇聚的灵气 突然传了一声 惊雷似的暴震 轰隆一声 整个几笔荒原 都猛地跳跃了一下 天空中聚集的灵气 猛然间变成了紫色 正在众人惊诧莫名的时候 那紫色的灵气 猛然下压 进入了这个奇异的阵势 阵势上空 一个威严的声音 缓缓道 涅槃 石台上的青色灵气 轰的一下 变成了通紫色的灵气光圈 光圈范围 也猛然扩大了一倍 一股紫色的灵气之火 在光圈外部 熊熊燃烧起来 席卷而上 将整个大殿的顶层 都在一瞬间烧成了乌游 随后 就升腾而上 半边天空 都变成了紫色 涅槃 剑灵说了口气 果然是凤凰族的涅槃阵 想不到 九万年之下 再次看到这个神奇的阵法 楚阳 不用担心了 楚阳何止是不必担心 他简直是兴奋 高兴的 几乎要跳起来 苗不通竟然有如此奇遇 凤凰族的涅槃 那就说明 苗不通已经得到了凤凰族的承认 从此之后 苗不通几乎就等于是不死之身 这样天大的好事 发生在自己的兄弟身上 楚阳简直乐疯了 同时 心中也有一丝疑惑 难道 苗不通竟然有凤凰血脉 这是怎么回事 神头鬼道 听了楚阳解释之后 也顺时兴奋的笑起来 一脸欣慰 但光圈中的苗不通 却不这么觉得 他只觉得山岳一般的压力 压下来 压下来 到了最后 自己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 随着一声清响 右腿小腿之下的血肉 砰的一声猛然爆裂 骨头也在这一刻化为积分 苗不通绝望的呻吟一声 摔倒在地 随即 他就惊讶的发现 一股紫色的火焰 从脚下升起 燃烧起自己那已经变成 碎梦的右小腿 随着燃烧 苗不通感觉到灵魂的剧痛 似乎自己的灵魂 在被人一刀刀的割裂 不 比那个还要痛苦的多 他连叫都叫不出来 紫色火焰猛然一收 消失 剧痛中的苗不通赫然发现 自己的右小腿 竟然还是完整存在 他使劲的眨了眨眼睛 再看 没错 存在 苗不通迷茫了 这是怎么回事 刚才分明变成了江湖的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又是一阵狂猛的压力压下来 他的左小腿同样爆裂 然后 一股相同的紫色火焰 袭卷而上 但这一次 苗不通已经不再惊慌 他只是努力的 想要在那堪比天下最残酷的酷刑之下 保持清醒的神志 右膝盖 爆裂 左膝盖 爆裂 右大腿 左腿 腰臀 等到苗不通的腰椎 连同脖颈之下的身体 猛然爆裂的时候 这种痛苦达到了最大程度 苗不通的神志猛的模糊了一下 随后痛苦的呻吟起来 紫色火焰呼啸而上 将他的身体重新速成 但这一次 却没有立即消退 而是在为他塑成身体的同时 猛然间燃烧上去 天空中又是一记灵气爆雷 还是那个威严的声音 灭盘 轰了一下 天空中所有的紫色灵气猛然间全部下压 地面上所有的紫色火焰猛然上冲 瞄不通的头颅 在这一刻猛然爆裂开来 随后浓郁的紫色灵气冲顶而下 将他的头颅猛然剥离 紫色火焰疯狂的燃烧起来 将所有形成的灵气圈的灵气 通通的化为冲天紫火 紫火冲销 直上千丈 这火焰据众人目测 恐怕有千丈以上 但没有人知道 若是具体衡量 则是不差一分 不少一毫 999丈 声腾的热度 让楚阳和神头轨道 在一瞬间离开了这个大殿 退到了百丈之外 唯有谈谈 在退后的时候 额头上胸前的标记 还有那淡金色的双眉 眉梢都是猛然一闪 似乎 那印记 在这一刻又变大了不少 谈谈皱着眉头 看着面前生腾而起的紫色火焰 脸上略过一丝迷离的色彩 好熟悉呀 这种火焰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呢 然后 他就浑身猛的颤抖一下 他的眼神 漠然变成了漆黑的颜色 涅槃冲北斗 紫霄 任 熬油 火光燃天阙 九百九十九 凤凰 你也还在吗 说这句话的时候 谈谈的口音 很凝重 丝毫不像他平常的无厘头 而且短短的几个字 完全充满了军临天下 辟泥众生的亡者霸气 一股莫名的苍苍气息 从谈谈的身上猛然间爆发出来 随后 立刻消失 谈谈的眼睛又恢复了正常颜色 然后 他就大叫了一声 好大的火呀 惊恐万壮的逃了出去 这个变化 竟然没有人看到 大火燃烧了三个时辰 所有的时间加起来 瞄不通 足足在里面待了七个时辰 大火慢慢的减弱 从千丈 缩短到百丈 到十丈 三丈 然后 猛的消失 整个大殿 在火光消失的这一瞬间 化为漫天的星星点点的尘埃 消散的无影无踪 瞄不通的身体 便如同出生的婴儿一般 出现在众人面前 然后 瞄不通才一脸迷茫的缓缓站起来 活动活动身体 晃晃当当的走下来 走了几步 才明白自己撑了过去 忍不住一个笨钩 哈哈大笑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哈哈 楚阳和神头鬼道三人一连黑线 谈谈瞪着眼睛 看着瞄不通 然后用手掏了掏自己的裤裆 很是不服 差不多而已 瞄不通已经跳起来 飞奔过来 猛扑过来 他兴奋的一下子抱着楚阳 又笑又翘 老大 我成功了 强猛的冲力 让正在目瞪口呆的楚阳 毫无防备 仰天被他冲倒在地 瞄不通那白花花的身子 就压在了他的身上 其他三个人目瞪口呆的 看着两片白白的屁股蛋 在扭来扭去 神头鬼道 二人心中本来有些吃醋 小兔崽子 老子抚养你这么多年 你如今成功了 居然去先抱你老大 难道我们还比不上你老大吗 但看到这种令人恶寒到极点的形状 两人都是醋意全消 相互之间看了一眼 都感到心中一阵惊醒 幸亏不是先来抱我啊 要不然 这他娘的情何以堪啊 楚阳顿时大怒 狠狠的一巴掌拍出去 啪的一声 却是拍在了一片光滑的屁股蛋子上 他大喝一声 滚起来 瞄不通顿时觉得不对劲 一摸身上 哇的一声跳起来 我的衣服 我衣服呢 左顾右盼 一边谈谈摸着下巴 黑黑直笑 真是性感啊 神头冲上来 一件袍子遮住了不通 这才挡住了徒弟的尴尬 然后 两个老头子就冲了上去 将徒弟暴揍了一阵 你个小混蛋 吓死老夫了 楚阳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 也加入了群殴的行列 谈谈也嗷的一声飞奔而来 这次 瞄不通突破之后 竟然是王座六品 兄弟几人之中 若是单顿修为 居然要以这个最小的最高 而且体质大变 就算是身上被砍上一刀 也能够迅速的恢复 他也是唯一一个 用不到楚阳的九重担来恢复伤势的人 这个结果 可是把孤独型和董物商罗克迪 寂寞刺激坏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兄弟们时尔聚在一起 时尔又风流云散 一开始还戴着面具 到了后来 发现这戴着面具没什么意思 人家都知道自己是谁了 这还遮遮掩掩的有啥意思 于是摆名车马 来吧 就是老子干的 咋地吧 第476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